这个表单基本上它的作用 当然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个 可以把它启动起来的话 我当然可以直接从这边 做好的 启动的话 当然你上面有个执行 可以把它软起来 那长得像这样子 当然最后我们可以是 输入完 身高 体重 姓名 身高 体重 性别 最后标准体重呢 你可以不用输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标准体重不是输入的 而是自动产生就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 标准体重的那个 制定函数嘛 所以你只要填的这些 身高跟性别 基本上可以自动产生 这个标准体重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我是有做完 我看看 试一下 身高 175 然后体重 性别 这边可以 然后大家输入四个东西 按个确定 按确定 其实基本上 我大概就做两件事 一个是标准体重 用那个里面刚刚制定函数产生 然后呢 再把这五个资料 输入到我们的 这一个 Excel里面的工作表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问 就是我要输入到什么呢 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OK 你不能随便乱输入 所以按确定之后 并且把这边的资料 然后可以把它 按确定好了 OK 标准体重 这个函数 名称我好像叫标准体重 函数 二吧 这个可能等一下你们 如果在云端上面 因为我这个名称之前 好像取的名称 跟现在的名称不一样 我把它执行 好 那你会发现 刚刚我输入东西 有没有 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输入到 这边的 所以一 先帮我把 什么 制定函数 先做好 二的话呢 就是把这些资料 一个一个的 输入到 这边一列 OK 那当然顶多是有个清除 或者你甚至逻辑 你可以改一下 输入完之后 自己清掉 然后这边就有个清除 如果你要再输入 下一笔的话 比如说你就 还可以在另外一个人 然后输入它的身高 它的体重 它的性别 然后直接按个确定 一样 就是再输入一笔 然后一样有个清除 类似像这样 实际上 就是把Excel 当资料库来使用 但是这是个别的 就是你自己单机上使用 好 那首先的话 我们要了解 当然先从界面 就是这个 制定函数 制定表单 这个表单怎么做 出来的 基本上 特别注意 那个表单的设计 并不复杂 但是要从哪边开始 OK 首先第一个 我先 第一个特别注意 表单 预设是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 如果说你要产生一个表单 请注意按右键 一样插入什么 之前是模组 模组上面有个 造识点表单 从这边开始 好 那就点它一下 好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工具箱会出现 这个所谓的工具箱 就是你将来放 上面要放什么东西 有点 其实跟画画一样 我们跟小画家差不多 反正你要用什么 里面 我们会用到的 大概就是第一个标签 标 label 第二个是 textbox 这textbox是给使用者输入的 可以输入一点东西 第三个是下拉清单 叫combo box 叫combo box 比如说男女 有没有 那个用combo box 那第四个用什么 用这个comment button 就是按确定跟清除 所以基本上 工具箱里面呢 会用到的就是 一标签 二这个textbox文字方块 下拉清单 跟这个叫comment button 那特别注意啦 这个界面 如果说你不小心 把这个工具箱关掉 其实这边也会有一个工具箱 因为之前常常有同学 关掉之后呢 就找不到 或者从这边也有工具箱 那这第一个啦 所以第一个先插入一个 按右键这边也插入一个 制定表单 那第二个的话 那要怎么开始 基本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基本上大概也许 不然你就以这个当参考 大概做出来长这样子 大概差不多 那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们会先由外而内 先把外面的表单先做好 再由左到右 你就按照步骤啦 反正这个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那首先第一个 由外而内 外面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表单本身 你需要做三件事 一 把它的名称改成home 当你不改的话 这个表单预设名称叫user form 所以呢 我的习惯是把它改成home 为什么 因为比较好叫 当然你以后呢 你也可以改其他名称 不过你要记得那个名称叫什么 这个很重要 那我这边是用home 所以呢 怎么 第一个如何修改这个表单的名称 那特别注意 下方会有一个属性的面板 当然如果你不小心关掉的话 记得从检视里面也有属性视窗 可以把它叫出来 那这边的名称的话呢 请你输入叫 也许我叫home 如果你叫其他名称 那记得你要把它记得 那不过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叫home了 所以我叫home2好了 OK 好 enter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修改这个名称之后 有没有 它会在这边出现的名称 也会跟着更改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启动它的话 那就要跟着这个名称 比如说我叫home2 那就home2.show 它就跳出来了 OK 第一个名称重新命名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希望左上角这边 左上角这个叫caption 所以请你找到caption这个属性 那名称要叫什么呢 也许叫标准体重计算好了 反正就这个名称 那标准体重计算的话 你就把这个caption 特别注意 把它改一下 叫标准体重计算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在左上角 标准体重计算 名称就被改了 第三个呢 我的底色 那我希望底色改成浅黄色的 现在的颜色 它预设的是灰色的 不好看 OK 那怎么改底色呢 其实应该用拆的也可以拆出来 有没有 叫什么底色嘛 back color 所以其实有些属性没讲到啦 反正有空自己试试看 它前面就是一个属性名称 属性的话就是它的外观 你要长什么样子 可以自己稍微再找找看 OK 主要我们用到三个而已 它的这边有个细 把它改成调色盘 改成浅黄色 OK 第一个 外观 我们从外面先做完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可能再来需要做什么呢 由左到右 这个是 这边就要 这几个标签 前面都标签 它的前景颜色是红的 底色是稍微又再更深一点点的黄 然后再放四个 跟这样 三个testbox 一个下拉清单 那这个是label 这个可以输入 这个不能输入 两个这个按钮 那做法上面呢 特别注意 这个我先把左边 由左到右 然后把左边的这个地方 点一下label 拖拉一下 这个跟小画家有点像 拖拉一下 把它怎么样 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把它的caption 改成叫姓名 这个地方 把那个名称改 enter一下 再enter OK 不会会有个问题 字怎么样 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字型 有没有看到 form 旁边有个小小的按钮 记得是小小的按钮 因为之前同学 点一下 找不到功能 点下去 它在这里啦 隐藏在这里 那把它稍微大一点 16好了 OK 大概这么大好了 好像稍微大一点 改14好了 这个大小 我想可以自己再调一下 那它的这个宽度 也可以再调一下 那把它改什么呢 改它的前景 质的颜色 质的颜色 由谁改呢 4color 有没有 改成红色的 底色的话呢 改成稍微 再深一点点黄色 有没有 改完了 OK 那name 其实不用改了 因为将来程式 在控制的时候 不会用到它啦 所以它只是一个 有点像装饰用的 那你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后面还有 总共有几个呢 12345 还有四个 对不对 那其实不用一个一个来啦 我的习惯是这样 按键凑键 把它复制一下就好了 也就是 把它当一个样板 其他的 都跟它一样 所以按键凑键 拖拉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呢 不够高 拉一下 这个可以拉大一点点 但是上面的那个 caption改一下 比如说 这个叫身高 再点一下 就可以每个掌一样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什么呢 你在ctrl键按住的时候呢 它会歪七扭八 因为这个法属 可能没有那么的荧光 它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把这五个一起选取 第一个选到的一定是主控项 上面有个格式 对齐 排头为准 向右看齐 那是主控项的左缘 对齐了 第二个呢 就是像小学生 排队的时候 手要伸出来 跟前面一个一样 格式里面有个什么 应该是垂直兼具 设为相等 有没有 相等 另外还有大小 反正这边很多功能 其实如果你 懂得在利用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表单 做得非常专业 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刚学 学表单的人 对 你有个跳 哇 好厉害 你学很久了吗 没有 我昨天才学的 那可能 很多 因为表单这么简单 感觉好像很困难 以前好像设计一个表单 很早很早 以前是非常昂贵的 不过现在已经慢慢 跌很多价钱 但是还是很贵 因为你要请设计师来设计 其实光要设计出来 看到画面都要很久的时间 不过呢 其实 它其实也没有很复杂 就这些功能而已 我觉得它甚至比Photoshop还简单 对 没有什么 就这些功能而已 OK 你就了解属性 再来就是怎么样 改一下名称 Caption改一下 属性知道一下 再来就是 这个Testbox 拉转共 这边有三个 是Testbox 所以你用Ctrl键 用复制的 如果位置没有对齐的话 怎么办 一样 把它在格式对齐 然后在垂直间距在相等 那第三个这个是什么 性别 这个性别 性别用这个 就是下拉清单 特别下拉清单就是可以男女 可以男 或者你可以用这个 就是Option 选项 因为非男就女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用Cumblebox 那再来的话呢 最下面这个 是什么 标准体重 那不是输入的 而是自动产生 所以自动产生 我们用Label 这个Label把它拉一下 那我希望把字拿掉 不要显示 Delete掉 另外的话底色改成灰色的 所以把Back Color 改成就是灰色的 是这个好了 OK 有点灰色 然后呢 在旁边再拉两个 这个按钮 一个这个按钮是确定 另外一个是清除 那所以改的方法一样 它的Caption 上面本来叫CMain Button 1 你把它改成确定 字的大小 跟颜色 我想都一样 所以你就是自己再定一下 也许大概就是12号字吧 然后颜色 就是它的Full Color 我这边是给什么颜色 反正就差不多是 类似像这样的颜色 前面的颜色的话 然后我就给一个 比如说深红色 那也许深红色的话 我就在这边点一下 深红色 然后底色的话呢 Back Color 那我就给它一个 比较浅绿色 好 类似这样 做一个之后 你可以再按Ctrl键 复制一个什么 这边改成清除 第一阶段就做完了 那我怎么知道做的对不对 上面有个执行 对不对 执行起来 表单就显示出来了 OK 所以你马上可以验证 到底对还是不对 应该知道那个逻辑吧 反正你就做一做 其他功能如果暂时没用到 你先不要不要去就是做错了 我想应该表单可以先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所以其实工具箱里面 只有用到四种 OK 不要不要用错的话 基本上先把一个 大概了 你不一定要百分之百 跟我们云端上面的画面 那个字的大小 颜色其实可以 斟酌一下 不一定要完完全 但是那个位置大概一样就可以了 主要我们逻辑就是说 像让使用者填了四个东西 第五个是自动产生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给输入到我们要的那个 就是最下面一列 对下一列